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这就是跟整个市场的氛围跟大盘的位阶有很大的关系 你去想就像刚刚所讲到的嘛 为什么在大多头行情中 那大家会喜欢去做IC设计 因为IC设计它的天花板高 爆发力强 想象空间大 那也代表说它的本益比可以被上调到非常高 那当然说这个东西是相对的 一旦说行情不好 行情震荡 那这些IT设计类股 它下跌跟修正的幅度一定也会比较大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说在今年 那很多的IT设计 你认为说已经跌得够深了 但是它却不断在破底 好像跌不完一样 不断在往下回跌 关键就在这里 所以你去看大盘 今天大盘其实一样是比较疲弱 加权指数是持续下跌 贵买指数今天一度是要跌破前提 好 你去看 其实在去年越不起眼 今年会越会飙 去年一些你连买都不想买的股票 今年全部都会飙起来 其实你去想 在去年这样子 去年它可以算是非常标准 大多头行情 不但大多头 它还是大型的资金行情 甚至可以说 这是二三十年来 最大的一次行情 去年 去年跟前年 好 那在这样子的行情 不要说股票会不会涨 有一些族群 有一些个股 涨得太慢 涨得太温 都会被嫌 是不是 去年大家不是在比说会不会涨 而是说比谁涨得快 涨太慢就说你会涨 市场上还不要 所以这就是整个大多头格局 跟现在行情的写照 它其中是有不同 所以其实在今年的操作观念 其实很重要 一些在去年大多头行情中的股票 在今年都尽量去避开 反而是在去年 你连看都不想看的股票 今年会相对来讲会比较强势 所以其实在现阶段的行情中 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迷思 会觉得说因为说 所有的媒体 甚至说很多的分析师 都会这样去跟你洗脑 现金的台股 它还是处于一个大多头行情 行情没有任何改变 跟去年一样好 但是你去看 真的有到这么好吗 加权指数 我们什么都不讲 不去看经济面 不去看整个总经面 通膨都不算 我们单纯去看技术面就好 大家最熟悉的技术面 蓝色是年线 粉红色这条是月线 月线下弯又压在年线之下 就算单纯去看技术面 还是非常弱势 虽然说现阶段的台股 它是不至于说到空头 它可以算是说 还是在多头行情中的一个修正 但是中短线来看 它绝对撑不上强势 它是在年线之下的弱势整理 既然是弱势整理 就像我讲的 当整个大环境不好 比较没有到这么的稳定的情况下 IC设计跟金元代工 它的评价反而下修的程度 会比较大 是不是 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迷思 觉得说现阶段好像被洗脑 现阶段行情还是在大多头 所以会一直执着去一些 IC设计里面 觉得说什么样的股票跌得够深 我可以去低接 但是其实不需要 就算你去低接一些像记忆体 像成熟制成 低接这些跌了三四成的股票 顶多它也就是反弹个5到10% 这没什么意义 所以这些股票 今年还是去避开 相对在去年 比较不起眼的一些族群 今年全部都会崛起 因为这个东西是相对的 当环境不好 当整个盘市不好 反而是相对稳定 相对比较温的股票 涨势会比较强 否则你去看华欣 300多亿的股本 怎么有办法说 在短时间标出了50到60% 是不是 所以在现阶段的格局 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 会觉得说很难操作 我觉得说你换个想法 你从IC设计的框架跳出来 你会发现在这一块 其实选股反而相对会比较容易 你去看 从大盘跌破年线过后 4月7号过后 我们电子股的比例是比较少在带 多数是在一些绿能相关 包含像离岸风电 上尾头控 四季钢 元金这些都是 包含像是元金帽底这些 好 电子股我们带的比率 算是说比较低 我们唯一有带到的就是先进制成 先进制成加上像是网通 其实网通它就是非常典型 在去年 大家连看都不想看的族群 你去看网通股 网通股的致意 中壘甚至有起跡 在去年它可能就算有上涨 市场上也看不上眼 要嘛涨太慢 要嘛说涨的速度不够快 涨幅不够大 是不是 但是也是因为它是去年 没有因为疫情的影响 出现大幅度的爆发 所以放大了今年 反而它没有什么下修的空间 资金反而会转过去 所以就像我讲的 来去看 其实你在今年 应该说只要说指数在年线之下 你就用这样子的逻辑去思考 去年越不起眼 今年越会标 其实标股是很容易选出来 你去看 3596的致意 当时有讲过 这一段行情指数一跌破年线 一跌破年线 我们就开始在讲网通 因为网通在行情不好 它反而相对会比较强势 4月18讲完 本周一 本周一公开预告 出清省准 我们转到激起相对低的致意 4月21 过高到130元 今天在大涨了将近5% 网上拉 最高到了131.5 是不是 你说这一段 这一段网上拉 它几乎是完全不受大盘的影响 大盘怎么走 它完全不去跟大盘 它就是自己走自己的路 那这就像我讲的吧 当行情不好 那很多相对来讲 比较不起眼的股票 它反而会受到资金的青睐 所以我觉得说 在现阶段的行情 除非指数占回到年线 否则包含像是IC设计 一些高科技股 那尽量都先去避开 那我们就是朝向 这些特定的族群 先进制程 或者说电动车 网通这些下去做操作 那包含绿能也是一样 那还有另外一块 像生计也是 你去把整个 我们以年线的格局来看 或是说月线也可以 其实生计族群 它在4月份算是刚转强 那我认为说 在接下来的行情 这一块都会持续在扩散 好 那治疑涨上来之后 你去看 治疑这一端 完全不受大盘影响 包含像5388的中雷也是 5388的中雷也是非常典型 网通龙头之一 这个位置 大盘在震荡 可能有跟帖 可能有跟着震荡 但是它整体格局 绝对没有改变 来这里 4月21 星期四涨9% 今天开低走高 中场一样是收红 上涨1% 是不是 非常的强势 那几乎整个网通族群是在 它的涨势几乎是赢过了 9成以上的电子类股 那这就是我所讲的 其实在年线之下 看起来操作空间比较小 但是你换个角度去看 反而我们是缩小的旋股范围 那什么样的股票可以去买 反而会更明确 是不是 所以其实你用这样的逻辑下去做悬股 你不用去管说指数什么时候站回到年线 就像我讲的 你硬要说现阶段台股强 哪里强 绝对不强 现阶段台股被压在年线跟月线之下 光是技术形态 它就需要花一些时间 才有办法去消化 那我们就看说资金在年线之下 它会转进什么样的族群 去年越不起眼 去年获利越差 其实在今年它想象空间会越大 就像我说的 你去把年线当一个分水岭 那所有的法人机构 投资银行包含像华尔街 它的风险承受度都会有所不同 年线之下 它愿意去冒比较大的风险 但是年线之下 它只愿意去冒相对小的风险 这个时候像是一些 有长线趋势保护的股票 就会来得比较强 所以像中壘 你说中壘有受大盘影响吗 绝对没有 或是说 短线上可能会受大盘震荡的影响 但是一旦大盘稍微直稳 不需要回到前高 它就会直接回到起跌点 是吧 那包含像是 本周三在加预告的 6285的起跌也是 当时有预告 从省准出来的资金 会转到至翼 再来中壘 那起跌相对 机器也是比较低 这里 少数SpaceX认证的路由器 全力6以上 80以下都便宜 往上拉 昨天涨2.4% 今天大盘一样不好 涨1.5% 这个位置是不是 涨幅看起来没有到非常强 但是相对相比之下 它却赢过了9成的电子股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如果你不要去看大盘 你不要去管大盘 我们就单纯以族群 跟整个市场心态去选股 你会发现到 其实你不会觉得大盘有这么差 你如果完全不去看大盘 那就看我们在4月份 操作的族群 跟操作的标的 你绝对不会觉得现在行情不好 我们从离岸风电 这样一直操作上来 从上尾头控 四季钢 东元 那一直到太阳能的元金 那再一直到像是 包含像先进制成 中砂 深阳半 这些我们也都出清了 那像是网通 网通的中壘 致意 跟起机 这些都是 你光是单纯去看这些族群 你绝对不会觉得 现在行情没有太大的空间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 很合理的多头行情 其实就是说 这个东西就是相对的 你如果说 我们先不要去管指数的位阶怎么样 指数涨到哪里 它的位阶怎么样 我们都先不管 我们就把年线 单纯当成是一个分界点 之上它会去涨一些 比较强势的IC设计 之下它会涨一些 相对来讲 比较稳定的长线趋势产业 你单纯用这个角度来看 你会知道说 其实不管说指数在什么样的位阶 尤其是现阶段 面临到这么多的消息面 它都有会上涨的股票 所以就像刚刚所讲的 其实在今年 你说今年它还是持续一个 大多头行情吗 其实不是 今年它是进入 正式进入了升息循环 那正式进入升息循环 你绝对没有办法跟去年相比 去年是一个标准的大多头行情 但是到了今年 它就是一个升息循环 资金量会减少 会涨的股票一样会减少 很多在去年 本益比被上修到非常高的一些 IC设计股 它的今年股价一定会被下修 所以就像这一块 就像这一块 年限之下 我们要锁定的是具有迫切性的趋势产业 电动车率先进制程跟网通 非趋势产业这一块 承受制程面板 面板驱动IC记忆体 消费性电子这一块 有反弹就要去出厂 有反弹就要去出厂 很多人会觉得说 是不是下修已经到了一定的 一定的程度 可能说好像联电跌得够深了 优达跌得够深了 但绝对不是这样 去年太好 甚至说可以说是前年太好 所以它下修幅度会非常的大 你说跌了五成算多吗 如果你一个中长线的趋势来讲 也许五成不算多 甚至说它只是刚跌到了一半 也说不定 所以在这一块 刚刚好下周 就像我讲的 这一块的龙头在下周 刚刚好 它都召开法说会 预计短线上还是会 试出力多 它会酝酿这整个族群的反弹 跌升后的反弹 成熟制程对应到联电 面板对应到友达 驱动IC对应到敦泰 记忆体对应到旺虹 消费性电子 盛群联发科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时机算是 衔接得非常的刚好 衔接得非常刚好 下周利用反弹 只要说好这些龙头股 法说会试出力多 酝酿短线上的反弹 反弹上来之后 把资金抽出来 我们就顺势 顺势把资金转到这一块 这里 这一张表 我们从3月下旬 就开始讲了 这一块 4月份的最后一周 因为它会提前去反映 5月5号联准会 第三次的利率会 所以预计在这一周 它会出现量缩整理 会出现震荡 我们就是利用这样子的机会 去把资金抽出 接着就是往 就是往5月5号过后 新的标股下去做布局 5月3号跟5月4号 提前去卡位 我认为说接下来的行情 只要说 我们就有年限当一个指标 只要说指数是持续在年限之下 它会持续在绿能相关 持续在先进制成 这一块下去做扩散 最重要的是像是生计也是 生计我们不局限于说新药 或是像是快赛世纪 就整个生计医疗的族群 我认为说在下一周 或是说下一段行情 它的资金会陆陆续续开始扩散 所以把握机会 下周是调节持股最好的机会 手上持股不知道怎么调整 或要跟上新的投资组合 利用广告时间直接来电 先进一段广告 其实股票市场 其实非常多的东西 它都是相对的 包含说利多 包含说股价 包含说市场心态都是一样 市场信心充足的情况下 也许说好在去年 去年像是面板在涨 或是像MCU在涨 你随便去这个族群里面 随便买一档都会赚 但是今年不一样 今年升息下去 升息循环的环境之下 资金只会去最有效率的地方 那说去年因为说资金量很多 资金量很多 所以资金它可能说还不错 有机会它全部就会进去 但是今年因为说子弹有限 所以它一定会去把它的效益 发挥到最大 那也没有办法说什么样的族群 好它要涨 你随便去买一档就会涨 就像网通也是 网通我们这样一路讲过来 但是如果说你随便去买一档 它不会涨就是不会涨 甚至说如果说在本周 相对强势的是网通族群 但是如果你在本周去买神准 它是下跌的 是吧 昨天还跌停 所以等于是说在这个时间点 上涨的股票绝对还是有一定的数量 但是它的操作难度一定会提高 那就像我讲的 你去看 其实以大盘来讲 很多人会说 现阶段的台股 是不是要走一个空头格局 或是说它的整体比较弱势 没有空间 我觉得说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换个角度看 如果你去这样看 你去把年限当成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中间值 你把它分成左边跟右边 其实你不会觉得说 指数现阶段的位阶 它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说你单纯去把年限 当成是一个分水岭 资上会有资上的股票 资下会有资下的股票 你不用去管说 指数在什么样的位阶 或是说它目前是多头还是空头 你用这样的逻辑去思考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不论说在什么样的位阶 它都有适合操作的标的 在我这两大平台 Lite跟Telegram IT就是WE178 Wi178 前面接着假假老鼠 这两大平台非常重要 会告诉你说一些产业趋势 最重要的是 跟市场上多数人都不一样的想法 股票市场是二八法则 如果说你的想法 跟多数人一样 或是说看法 怎么赚得到钱 是不是 所以我的看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在不同的时间点 你说 为什么投信在这样子行情之下 他还是会去买超 这是法规规定 他没办法去做空 他只能去买进 既然只能去买进 他一定会去挑风险比较低 有大趋势保护的产业 那这些产业相对他就会比较强势 那其实你说有长线趋势保护风险相对低的产业 这就是在去年你看不上眼的族群 包含像是一些风电 包含像太阳能 包含像网通这些都是 所以其实你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来去看 非趋势产业 你去把这些股票全部都避开 年限之下避开这些 称售制成面板 驱动IC 记忆体 消费性电子 你把这些股票全部都删除掉 其实台股会涨的股票 有机会上涨的股票 不过也就剩大约是500到600档 你大约可以剔除掉将近1000档的股票 那这些股票不要去碰 其实不就变相是大大提高 选出标股的几率 没有错嘛 所以为什么说在这一段行情里面 从4月初开始 那我们从离安风电 那一直到太阳能 再一直到网通 你单纯去看这样子的操作 你不会觉得大盘到底有多疲弱 或是说大盘它受消息 面影响有多严重 绝对不会 来 所以你去看 3596的致意 它就很典型 在去年它是一档大牛股 那其实市场上没什么人注意 但是因为说它在产业的关系 去年只是缺料 去年没有赚的 全部会低延到今年 往上拉过高 这个东西就很标准嘛 你去看 大盘它虽然只有稍微的 大盘它不算说反弹 它只能算是初步的指稳 它只是初步的指稳 致意马上就过前高 它就直接涨过了起跌点 包含像中壘也是 5388的中壘 这个位置去买进 它短线可能会受到大盘的震荡 但是一旦说大盘不需要回到起跌点 只需要指稳 直接过高 是吧 包含起跡也是 横盘了这么久 其实起跡也是很标准 你去看 横盘了这么长的时间 大约是两到三个月 那为什么起跡 你说它的基本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起跡在年初 它今年预估EPS就是6元 甚至说起跡它的产业面 像是它已经先打入 像SpaceX认证的家用路由器 这像利多我在去年就讲过 那为什么说利多没变 今年预估获利没变的情况下 它会在这个时间点上涨 市场心态在变 是不是 所以说 你去看起跡 在这个位置 其实你去问非常多的投资人 大家都知道 这个位置起跡它是一档 还蛮不错的股票 值得去低接的股票 但是因为有其他更亮眼的题材 资金不会进去 但是一旦市场上开始震荡 资金自然会转移到这类型 相对安全的题材往上拉 所以在年限之下 那或是说 不论说下周 还是说5月5号过后 全新的行情 其实都是用这样子的思维 去做股票 那你会觉得说 其实大盘 不论说怎么走 或者说大盘在什么样的位阶 并没有想象中 这么的难操作 好那接下来 这段行情 接下来 其实我们所在下周 调整持股过后 所定的就是 5月5号全新的行情 布局之后 全新的标股 那接下来 那我认为 在生计医疗 这一块是很有机会 就像我讲的 去年越不起眼的族群 在今年是越容易出标股 那你去回顾一下 在去年这样子大多头行情 我们先不去论说 疫情刚爆发那个时候 就先去看去年整个大方向 去年的大方向 其实没什么在讲生计 因为有其他更亮眼的股票 高速传输 原宇宙 谁会去买生计 不会 但是其实他的题材 就存在那边 那你去把整个月线格局 拉出来看 其实生计现阶段 目前基期是比较低一点 其实我在这边 指的生计并不是说 特别是检测还是新药 就是说整个生计医疗 像6850的光顶生计 这新贵股票 今天涨势也是非常强 而且是在收盘过后 才开始急 检测这个东西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新的题材 但是重点是说 光顶生计 它是未来是打入 所谓的拖曳检测 因为现阶段的检测套筑 通常都是戳鼻子 这个东西在未来 要普及 其实难度是比较高 其实如果说 不管是欧美地区 还是全球 未来发展方向 都是在拖曳检测这一块 所以像这样子 比较具有想象空间 就很有机会吸引到资金 包含像是2395的延华 来去看 2395的延华 它虽然说是电子类骨 但是它有跟远区医疗 去做一个硬体技术合作 也是有机会 包含像是4157的太景 新药类 流感抗病毒的新药 解盲之后 也是有机会往上拉 所以像这类型 不论说新药 还是说原料药 还是说一些数位的医疗 这在接下来资金会 陆陆续续去扩散 尤其是说 在年限之下 它的想象空间比较大 资金就会进去 所以把握机会 如果你手上有这些股票 成熟自成面板 驱动IC跟记忆体 跟消费性电子 在下周 这些族群的龙头 都召开法说会 一旦有反弹 直接换股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奇怪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